美国45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雪死亡人数攀升到60人 灾情最严重的纽约水牛城就27人不幸丧命 很多人是走出家门之后直接冻死在马路上 恶劣的天后更打乱了空中交通 其中西南航空高达三分之二的航班取消 各大机场都是行李堆满地 没有人能够处理 绝望白色世界 纽约水牛城暴风雪有多强 光用看的可不够 刺鼓狂风声音就像猛兽怒吼 北美激动还出现这般景象 活像电影明天过后 纽约瞬间冰封的恐怖桥段 餐厅外墙瑞丽冰柱张牙五爪灾难片真实上演 45年来最猛冰封暴笼罩 警车记录器拍下惊险救援 眼前能见度不到十公尺 一对老夫妻竟然打滑受困路边 赶紧下车救人先载到附近小镇再说 要是满个几小时发现 恐怕酿成死亡悲剧 罹难人数破纪录说活活冻死真的不夸张 但待家里不一定安全 纽泽西水管系统动坏超过三天 还有至少九个州大规模断电 水流城变电所冷到故障 暖气打不开 室内快变冷冻库 这家人跑去机场附近找旅馆取暖 但积雪超过一公尺 车子动弹不得 幸好消防员及时赶到 虽然周末过后稍微回暖 但纽约周二还是能降30公分血量 纽约周长要大家再撑一下 但全美机场旅客耐心已经被磨光光 取消取消再取消 两天超过四千五百航班不飞 丹佛机场这长长人龙 都是西南航空乘客 西南航空升车 暴风雪打乱公司营运和人力调度 光26日每三个航班就取消两个 最夸张的案例 有人在机场困六天搭不到飞机 班机乱了套 圣迪牙戈机场旅客困在行李迷宫 左翻右找 这个耶诞节连顺利返乡都是奢求 DBS新闻中文报道 中国大陆防疫政策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月八号更全面松绑取消入境隔离 恢复民众出境旅游 那么大陆民众最想去哪里呢 祥先永交易记者陈宇文 好来看到是中国在放弃这个清零风控之后 其实才半个月时间就也宣布说把新冠病毒降级 教宿呢是新冠感染 而且宣布说可以恢复正常的这个国外旅游 就是从一月八号开始入境中国者就不用再隔离了 所以现在他们很多人在搜寻是出国旅游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是根据统计说 这国际的机票搜寻量是暴涨了百分之八百五十 超过八倍 以及签证的搜寻量是也成长了十倍 只不过目前美国跟德国是因为中国疫情考量之下 有暂缓这一般的签证申请 所以他们想出国可能会卡在签证的问题 我们再看到他们最想去的国家 分别是日本 南韩以及泰国 但是现在日韩都说会针对中国旅客加强 这个PCR的检测来把关这个防疫的部分 所以现在澳门跟香港成为他们的春节 任何旅游地点是比较方便的 那有预料就是他们可以出国之后 让整个市场的供需可以变得增加 可以恢复正常之后 所以让这个机家酒的价格也有望降低到原本 疫情前的水准 所以未来可能这群友通膨是有望慢慢地来调降的 新闻焦点要来关注的就是大陆放宽防疫管制后的疫情大爆发 老年患者激增疫情究竟有多严重呢 网络上流传了一份卫健委的内部资料 说大陆全国已经有4亿人感染将近是总人口数的三成 而且疫情似乎有转往医疗资源比较差的农村发展 七位医护人员帮忙一位重症患者翻身 这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加护病房里的一段场景 沉重的医护压力在第一线的急诊室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众友人的压力非常的大 我们医护人员相继的病倒 就是不足的 好多同事都在带病的建设工作 疫情管控措施放宽之后 面临的现实情况肯定是有三类 第一类是大部分人都会被新冠病毒感染 这是最主要的现实 第二是新冠病毒的感染 尤其客观的应住院率 重症率和病死率的标准 这些也都是客观的现实 全大陆从北到南 游东向西笼着在疫情全面爆发的状态 病故患者的家属在病疫馆内 再也忍不住长时间等待 却只有工作人员沉默以对的回应 气的是火冒三丈破口大骂 打脸官方没有人因为染疫病故的说法 CNN记者就观察到 即便是在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 同样桌金建筹 在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医疗 甚至在北京的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医疗 就这难 住院难 买药同样很难 所有难题一次浮现 很多药局开始着手拆菱工作 就是把包装好的药品分拆成七颗一袋 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只不过眼前的困难还不止于此 大陆网路上还传出一份中央卫健委的内部资料 预估全中国已经有四亿人染疫 接近总人口数的三成 尽管这份网路资料并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工卫学者和医疗专家也分析 大陆疫情之所以像野火燎原般的大规模延烧 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北京当局 在坚决清零政策时 错过了全民接种疫苗的大好时机 但是眼下还有一道难关要过 就是根据这波疫情的发展走向 专家和学者开始担心疫情有可能 往各地的农村快速推进当中 尤其居住在当地的人口 多以长辈和孩童为主 一旦疫情控制不住 严重性难以预估 疫情何时才会趋缓 大陆民众心里都没谱 尽管都说要做好自我防护 却也盼望政府能从这次经验中吸取教训 赶快补好防疫漏洞 别让人民安居乐业沦为口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